这次想同 已经只有一个第四章 经过几位法师来讲佛 药庸法师 上星期是满光法师 然后是满地河的妙欢法师 这部分就是第四部分 下星期就是第四章 最后一部分是妙慕法师 所以第四章 一共有五位法师 分别和大家做一些讲解 其实这部分 可以说是对我们 中国佛教徒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篇章 一般我们佛教徒 要讲真正的认识 佛教这个信仰的 大部分不是真香拜佛 就是念佛 大概以为佛教 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这样都是佛教的一部分 但是不代表是真正佛佛的救度 所以师父写了这本书 对于人间佛教佛佛本位 就要我们佛教徒 真是要真真正正去全面的 就是认识佛教 从前面上个学期 我们讲了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到现在进入第四章 我们可以从第四章 尤其上星期是满宫法师 讲佛教艺术的部分 当然据我所知 他告诉我 还有很多还没讲完 我留下一些姻缘 他本身是纽约大学艺术系 所以说是艺术方面 尤其他个人 当然尊重都是佛教艺术 所以是有很多可以讲 另外他都担任过 之前在总本身编辑的 普门集字的总编辑 还有大家都知道 世界佛教美术图典 中文版早期 差不多完成一半以上的主编 总编都是他的 所以在这方面 只是说一部分的内容 对他来说 是非常 可以说是太轻松了 对他 我就跟他说 第二天他要再回来 讲一个专题 让我们大家可以多学习 从这些来看 主要都是说佛教是佛源之人道 但是佛用光帝是在中国 所以用了这么大的篇幅 就师父帮我们整理 要给我们做佛弟子来说 你要很清楚知道 其实佛教原本就是人间佛教 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生活 不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时间上 慢慢年纪大了 或者经历过很多 觉得人生很苦 然后就求生西风 一直说我等着往生 其他事都不做了 只等着往生 有些人很消极的 不解佛陀的教导 所以师父要我们慢慢学 要了解多一点 佛教就是人间佛教 就是人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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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本的佛教 所以这两方面 大家这样去理解 先可以 我们说是正本清源 就是你知道他的源头是怎样 你会有分到源头的地方 开始的起点 然后可以认识你学佛的方向 就不是偏差 说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做佛光地址 我们在佛光身 或者出家 或者是学习的学生 或者是护士的移工 唇徒其实是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 是一直在参与 对佛教来说很有意义的事 像今天下午 其实我整个下午 在多伦多大学 以美聂学院 都是跟后长、教授 他们在谈谈 就是佛教 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东传入中国 中国只是在语言文字 今晚的进度就是语言文字的部分 在语言文字上 它要本土化 它从印度的语言 西渭的语言文字 然后就经过很多的一个融合 一个转化 就变成韩化 就是中文 翻译成中文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语言 当然有很多因缘 师傅帮我们整理出 有四个方向的因缘 促成整个佛教 从印度 向东传入中国之后的一个转化 我说今天下午 我觉得在我十几年 在多伦多结缘佛墓 今天下午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为什么呢 当然现之过早 但已经是有一个可能性在那里 而且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就是 譬如我刚才说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它要有一个韩化 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中国佛教 来到加拿大 需不需要再一次转化 需不需要 要 要的 要的 因为如果主要用中文 这个语言或者文字 大概是我们这一代 或者是 你们如果带着自己的子女 强迫他们 你要跟我讲中文 你可以读中文学校 读中文字 或者有些都可以 但到他们的下一代 那这些书怎么办 这些中文书谁来看 中国佛教 谁来信 所以如果不趁着我们这一代 是有中国的这种语言文字 我们的思想 或者是我们的信用 趁着我们现在 就应该要去做一个 叫做本土化 或者说要去传承 给下一代 这个要他们去接受佛教的信用 有些他都很有兴趣的 好像这套西人都很有兴趣的 但如果仍然停留在中文的话 他们就算是有心都没有力 是没有因缘 所以语言文字就是这样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多伦多佛光身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护士 因为有大家这样来参与 有心出心 有力出力 有钱就出钱 有时间就出时间 你就算什么都没有 你都出一把口 帮我们赞叹一下 人家外面说佛光身如何 佛光身好 了不起 你最少有心 你都出几句话 帮我们说几句话 总之简单说 现在除了翻译、做人经书、电台、蒙老、横佛 就和大学谈合作 希望可以有些教授、学者 是可以来研究人间佛教 然后慢慢我们将这个模式 如果去推动其他的学术机构 美国、加拿大、哪里 慢慢多些多些 就本地的学者都来研究人间佛教 慢慢就会带动一种人间佛教的风气 当然这个是从学术上 这个层面去推动 在文间的带动、推动、交流 这个都是主要的力量 总之是各方面 一起的 我们因为是佛教徒 要这样来学习来接受 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但要学习机构 他们都愿意来作为一个主流方面的研究 是不容易的 而今天下集 就已经在行这个方向 这个因缘 就慢慢这样推 所以我十几年来 我说真的 不用喝咖啡都很清醒 我觉得这步路是值得这样去推动 当然我们要请这些学者 教授来研究 我们一定要赞助他们的 这些读书人 做学问的人 其实都挺辛苦的 他们都要生活 所以我们不管是今年要办的佛光素言 或者是善远宝宝 或者是平时大家的胡词 其实我说真的功德无量 我们已经在历史上面 参与佛教在加拿大 在西方国家的一个推动 一个传承 这方面大家在参与 所以我说真的功德 因为这些同佛和这方面有关 当然 《仁根佛教佛陀本怀》这本书 师傅这部分 第四章的环节 主要说的是 来自印度的佛教 他东传入中国 在中国要发扬光大 再从中国传向全世界去 这就是佛教的一个主要的动线 一个流动的推动的一条路线 这其中就说到 师傅举出 不管是中国的生活礼仪 或者是和当时的士大夫读书人 他们的教育思想各方面的融合 还有艺术方面 艺术当然包括很多方面 这次同佛说的是 我们中国文字文化 包括我们所说的语言 其实都是受佛教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内容 请分开第194页 有没有人是拿简体字本的? 看简体字的有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OK 因为有些班都会看简体字的 业数是不同的 如果是看 因为现在都是六简体 我见到有些其他地方的人 我看简体字是147页 因为字体比较小 比较综合一点 我们的范体字是194页 看到上边的深红 是第六点开始 印根佛教的语言文字 这里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慢慢形成各种本土化的发展 其中的一大特色 就是语言文字的汉化 如果没有汉化 就是将印度文翻译成中文 如果没有这部的话 佛教不能发展 他没有办法落地伸根 我们现在看这段文字 就马上要回想 我们中国佛教 现在来到英文国家 如果仍然停留在原本的中文里面 一样的佛教 是不会在加拿大开花结果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 本土化的过程之中 它的特色第一个一定是 语言和文字要本土化 在中国所以是汉化 这是在地区上来说 它要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汉化 如果在时间上来说 从古代二千多年前 一直到现代 到2017年的今时今日 它都要人根化 如果现在我不是和你们说广东话 就算我是说普通话 我又不是说百花文 假设说 我要显示我好有学文 我就出口成章 说都是古文 都是文言文 有多少人会在这里听 没有 就算坐在这里是在睡觉 是的 我在这里说古文 谁会听的 所以它要人根化 它要于是具尽的 进入到现在用的语言 现在的表达 所以这就是一个发展 一定要本土化 汉化和现金化就是重点 后面一段说的 都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思想也好 一个信仰要传达的思想也好 语言文字都是主要沟通的 传达的一个桥梁 后面再看 我想这里快点 是因为后面很多都很有随眉 大家看一定是很有意思 这段主要说 好像袁中大师去印度求法 如果他没有带那么多的经典 那怎么可以丰富中华文化的泪陷 还有历代大宗经的人行 就是人策法行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智慧的经典语句 又怎样可以表达到真理的智慧呢 所以师傅一直强调 是语言文字是沟通传达的桥梁 还有历代祖师 他们从印度请的原典 当然都是印度文 不管是泛文、巴黎文 都是印度原本的文字 带回来 然后翻译 那大宗经呢 大家见过大宗经呢? 大部分应该都是见过的 那小部分呢? 其实你们在我们图书馆 从事看下 会看到有佛光版的大宗经 有奥险证 正土证 箴中的箴证 法华证 波野证 还刚刚介绍 是有编印出《惠识诵》和《本原诵》 一共有十六大类的大诵经 是佛光山去编习的 这些都是在东金寺上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文化的工作 就是将所有佛教的经典 到目前为止你要搜集来 然后不仅是搜集 等一会儿我们后面会看到 各种版本的大诵经 都是据来说汉文的大诵经 如果要你们去看 好像我今天去多联多大学 在Emmanuel College 后长就带我们参观图书馆 我们捐赠 去年编印出来的《世界佛教美术图典》 两年前是中文版 去年就是英文版已经翻译好了 所以各个大学都很期待 这一套美术图典 今天就送过去 所以就有姻缘后长带我们去参观图书馆 还有他说这套书很重要 很难得 他要摆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让多些学生知道 参观然后他说他还有一套宝贝 找地方要摆出来 带我去看 我们经常用的大正中 他说这套书是汉字汉文的大正中 他叫大正中 就是日本大正年间去编定的 编印的大正中 就是在那时候搜集到的所有的经论文在那里面 以古代来说 一个国家如果说他的文字武功 这个皇帝对国家很有公言 很有建设 不只是经常在那里打仗 他都有一些在文学上这方面要有一个成就 其中编习大正经 就都是其中的一个大工程 但很可惜到现代化 从清朝以后 乾隆到隆藏 以中国正式来说是没有了 有中华大正经 但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用这套 始终都是停留在用多些的 都是日本去发行的大正中 你们有没有看过师傅他写 他在台湾的时候曾经甘到台湾 然后带着当时在二南联佛会的几个年轻人 次为佛师 当时都是在家族 次用佛师他们 当时他们等于是青年团的阶段 还未出家 师傅已经带着他们去还祷 宣传 要去造人人财 大正经 人的就是这套 大正争 所以可以说是当时要有一本重经 是一套 很不容易的 还要去全台湾省全岛 去宣传 去说明 然后去筹资 然后才可以认得起 以当时的年代来说 现在我们看到好像在图书馆很多 还有很多不同版本 在佛光山 本身有37种版本的各种不同的重经 我们都能搜集到 但在现代来说 可以说佛光山现在正在整理中 不只是搜集 不只是搜集 这个搜集等于是copy 就没有什么进展 因为毕竟 就算是用得最多的这套大正乡 大正乡 他都是文言文 都是没有分段落 没有标点的 以大家来说 一般的人来说 要去愿重 要去看重经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佛光山正在做的工作 就是将这些文言文的大正乡 他经文是不能改变 但他可以将它分段 按照他的意思 分段落 然后标点 符号标上去 其实现在的人这样看 就已经容易很多 另外 另外有些部分要校正 要注解 每一页都附在上面 就容易阅读 这个工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我们有些佛师 佛园说他这一世人做不完 下一世他会再来 继续直到完成 所以真是很不容易 所以看这些 譬如在194页 最后第二段说到 《列代大纵经的人行》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智慧经典语句 又如何表达到真正的真理智慧 所以这些都是在说 不管是翻译来的 或者是搜集来的 都一路一路是佛教 影响中国的语言文字 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字 后面我们看195页 除了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以及195页最上一行 如果没有佛教的语言文字 那么中国的文史籍学 就没有办法形容得 这样的林尼尊字 林尼尊字 所以胡锡之先生 他推崇中国善门的语录 还是近代白华文的南乡 南乡是开始 白华文的运动 大家应该是听过 如果不是通过 胡锡之先生 他推动白华文的话 现在我们还在说 是比较古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有读书受教育的人 他就比较容易可以学习 或者是沟通 如果是没有读书 不识字的人 那就难上加难了 所以白华 就是你看的语言文字 跟你讲的 生活中用的 是可以拉到一样的 中间就将这种表达 是普及化的 这里提到 胡锡之先生 他推崇中国善门的语录 为什么 和他 这里会讲到这部分 后面我们要看的 很多日常生活中 我们讲得很自然的那些说话 比如说 一刀两断 或者是临时抱佛脚 不管是圣语 或者言语 礼语 这些 其实这些是从善门语流来的 有一部分 比如天女散花 天花乱聚等等这些 有些是从经典里面直接拿出来 然后可以用 有些是善忠的公案里面 或者是善诗 他们的对答里面 所谓的善忠公案 或者是对疾风 就是我问你答 只有一句 我问你一句 你答我一句 这些就整理出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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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语录 从那边又增加了很多日常生活中 中文的词句 多了很多 下一段就讲了佛教东传以来 将佛陀对现间佛教各种真理的解释表达很多 例如我们明白四乘体十二恩怨 要我们遵循八正道的行词 当然都要用很多的语言文字来表达 表述 后来再经过历代的高增大德的横容 特别是善门祖师 对于诸多文字的发展影响很大 大概估计 成语就不止千八条之上 名次造句都不止千八条 其实从佛教里面借过来 用在中文里面增加了中文的词句 至少是三万五千句 有这么多 后面我们会看到 师傅只是举例子说的 已经有一千多条 大家看如果没有佛教加入的 在日常生活之中 有很多东西我们表达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南利尽字 真的是这样 下面说 大家看中间这里 佛教语句 丰富了中华文化这一段 当然刚刚说的数量上增加了 另外下面这一段 梁啟超先生 他在佛学研究十八篇里面 说到的 从佛教传入中国 由于佛经的翻译 至少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的词句 这些新增加的词语 不仅仅是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类含 并且是狂大原有的意见 所以一个国家 他的语言文字 他原先可以表达到的 其实是一个限制的 你又怎样去丰富他的词句 还有他可以导致的那种意见 他的意思 他的那种境界 这些还可以更加提深入 不是每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是这样的 中国的语言文字 在全世界来说 是被称为最优美的 还有是深度 都是说难度 是最高的 中国语言文字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其实我们是占有优势的 有很多的词 那种意见 譬如你用英文 来表达中文的意见 是没有办法同一个类型的表达到 另外回来 196页 我们直接来看下面这一段开始 这段开始就是说 师傅他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影响中国文化这一部分分析分四大部分 来帮我们理解 有四种因缘 可以看得出的确是佛教影响中国 第一个是译经和整合 主要说的是翻译经典 这些从佛陀入灭之后 大家涉专者集合五百阿罗汉 在七页佛去整理第一次 将佛陀一生的救度 然后去经典结扎 就整理出佛教经典的一个原形 从这里开始是用语言的 可以整理 然后就慢慢有文字的出现 最早的经典是用备叶 背叶 就是这种树叶 它有很大片 还有它的质地 如果经过一些干错的处理 就可以用刀 最早的字在上面 所以最早的经典 在树叶上面 保留到现在 我们叫做 背叶经 碑叶经 它就是两头穿个洞 一片一片地翻 所以经文是这样打横写的 这种风式到现在 西诵诵文 亦都是跟着这样 你们看到那妈 它的诵经 是这样摇过去摇过来 因为它不是这样看书 不只是那么短 它因为一片片的叶 它没有办法这么大张 它的叶是比较扁一点的 长身的 所以它是这样翻过去 从左边看右边看圆 然后再翻过去 所以这些都形成一个中派的文化 总之是最早 从语言的经典结集 一路发展到背叶经的记载 有文字 一路到全入中国 都要很感谢 都要很感谢 有加涉摩腾 触法难安世高 知流加残 知欠空真回等类自西维的高增 他们就陆续将佛经翻译成韩文 这都是最早期的 从印度和西维 然后来到中国的出家人 但是你们看他们的名字 是不是出家人的名字 发明 不像 在道安大师之前 都是根据 他是哪里的人 他的家族是什么 是用回他们原本的名字 一路到安大师之后 他先定了规定 因为慢慢佛教在中国 慢慢都形成一个气候 出家人又多了 但你出家人一多 你没有一些规定 可以依存 各行各自 各自行自己的 都没有一个统一 就会有些乱重发生 所以就道安大师 知道怎么回事吗 道安大师 他对佛教 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很大 是他统一了 所有的中国出家人 全部都是根据释迦牟尼佛 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释 所以曾经有一次我在台北 和青年团讲佛 有几个新的青年来 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哎呀 他又说国语 他叫我 喂 喂 我觉得你不错 喂 我觉得你不错 你贵性 我叫你贵性 我就答他 我贵性 食 他就觉得奇怪 一般的人都是说 贵性 是吗 必性 或者小性 贵 贵性 但因为是释迦牟尼佛的释 我不可以说贵性 我跟他开玩笑 我就说我贵性 很尊贵的 我跟着佛陀性 当然我就告诉他 其实你不用问出家人 不是问你贵性 因为所有的中国出家人 都一用 成一个式字 你要问 很尊重 一般都知道 我们出家人的名字 都是叫做法名 但是你又不可以问 师傅你法名是怎样 是什麽 直接这样问 都有一点没有礼貌 太过直接 如果要这样问 必须是我的长辈 问你叫什麽法名 那是长辈 问我们的语气 如果大家是佛教徒 在家居士 你要很尊重的话 你可以请问 请问师傅 或者是法师 你的上下怎样称呼 意思是避开那种直接 你的名字 上面那个字 下面那个字 这样你问 请问你上下怎样称呼 如果有个出家人 他听不懂 你说什麽 那就很奇怪了 是假 这个我就不敢说 是不是假 不知道 总之 问出家人的名字 是法师你上下 怎样称呼 是比较尊重和礼貌 所以看到这些名字 要知道他们不是罪家人 他们是贡献很大 例如祝法兰和嘉舌摩藤 他们就是最早大佛经进入中国 有在历史上 在书籍上面有记载的 最早就是他们带着经书 在书类传统 因为是他的骑马 那个马是白色的马 所以他们住的地方 因为他们是国斑 带着佛像 在书类传统 这些宝贝 很远的地方 来的 所以就有国家 等于是 国家的 绝代国贵宾 国斑的人 负责将他们安置 住在孔鲁市 那个子 是国斑 在贵宾住的地方 是一个酒店 来的 六星级的酒店 因为是他们最早的出家人 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 就佛教出家人住的地方 都叫做什么子 佛江山子 那个子 原本不是Temple的意思 原本是酒店 但因为是最早的出家人来 就住在国家安排的 好像国斑帝酒楼 接待贵宾的地方 所以后来 所以为何你们看佛教寺院 为何都是宫殿式的建筑 因为原本就是 旺宫其中 接待国斑住的地方 所以和黄金色 金黄色的榴梨雅 和红色的柱 原本就是属于宫殿的 只不过最早出家用了 所以之后再建的子 就出家人住的地方 修行的地方 都是这种形式 中国宫殿式的建筑 和都叫做什么子 都是最早的因缘 因为是白马 带着这些经书来 所以就将当时的孔弩市 这个住的地方 就改名叫做白马寺 在落庸 现在的河南 就是白马寺 好了 所以这些高增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说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停留在这个题内 让大家知道 早期未统一过城市之前 这些都是当时的高增 他们陆续把佛经翻译成中文 韩文 甚至最后来的 《靠摩罗什》 《真帝》 以及后期的《原宗》 《不康》《异静》等 他们五个人被称为 五大液经家 翻译佛经的 共现代的人 随着他们的翻译越来越多 所以 其实大家想 佛经 从最早要翻译成中文 是不是都有 可以直接回来 没有办法的 因为很多字眼是中国原本没有的 比如我现在说 这个星期日 我们要举办《清明法会》 要拜《慈悲心梅水沉》 是属于《忏悔》的法文 《忏悔》这个字是中国原本没有的 《忏悔》 《忏悔》 这个字不是中国本有的 《忏悔》 是从《忏悔》的 《忏悔》的 《忏悔》的 《忏悔》 《忏悔》 《忏悔》的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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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懂得忏悔 你做到新口仪的行为 如果不清静 在《忏悔》上来说 你必须通过忏悔 才可以恢复清静 所以是修行人的一同功课 因为原本中国是没有佛教的 所以他不会说 突然间有什么修行 要忏悔佛门 要做功课 这些修行是原本没有的 这个词句是跟着这个宗教而有的 所以当这个宗教存入之后 你要去翻译怎么修行 所以就增加了这个词句 我举这个例子讲 大家就明白 何况存入中国的 需要翻译的 不只是忏悔两个字 所以几万个词句 都是这样增加出来的 我想我们不是语言学家 我们应该没有人去统计 你一天之中说了多少句话 我真的没有这个数字 有人说我整个万句都有 有吗 当然了 看个人 有些人经常打电脑 做些什么处理的技术性工作 可能一天都说没有几千句 甚至有些人一天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有 他的工作不用说话 回到家都是一个人住 可能都说不到 当然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一直说的 所以这个差别是很大 但我相信要说到上万句 几万句 一定很疲倦的 很疲倦 所以要增加到这么多 其实已经很充足了 下面这里说到 除了五大翻译家 他们要将译经、经典、佛法翻译 增加了很多词句 其中又说到 就以河摩罗什大师和袁宗大师 他们的翻译 同一部佛经又翻得不同 河摩罗什早点 他翻译的就叫做 和袁宗大师相比 他就被 叫做 龟利 称为 旧译 旧识的翻译 早期的翻译 袁宗大师是三译 我们看 觉得 河摩罗什大师 其实已经翻得很好了 但袁宗大师 他就很坚持 他请回来的经典 他一定要重新 全部都翻译过 袁宗大师是很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他是一句一字 要很准确地翻译 他的翻译 就比较 我们叫做 嘔吐 不是那么厚语 不是那么流畅 但他的意思 就要精准地 那么 河摩罗什大师 他是用意诗去翻译的 所以很流畅 很优美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喜欢 如果是证经 你会选哪一个品本来证经 其实不用说 现在我们中间的基辅 都是河摩罗什大师 阿弥陀经 甚至是佛华经 几乎 几乎 河摩罗什大师 他翻译的 就算是很大部的 法华经 你看的时候 如果你对那些古文 我们当然会去讲经的时候 会讲解 就算不是讲解 你看多几次 慢慢你都会感觉到 好像是一个音乐棋 舞台剧在你的面前演出 很成大的演出 他是很有画面感的 但袁中大师翻译的 就没有这部分的 当然袁中大师翻译 最有名的都是代表来说 和我们最熟悉都是波语三经 是要讲解的 他很精锦 各有他的优点 如果以证经比较流畅 都是靠摩罗什大师 但又因为是袁中大师 他很精锦 之后我们又解释他 所以又多了一些 要解释的语言文字 所以中国的语言文字 一直一直丰富起来 同佛教传入中国 要去翻译这些外来的 印度西回来的 这些语言文字的经典 要翻译 他找不到适当的字 就要借用原本中国的字 这段时间 丰富的程度就有限 这段时间就叫做 吉尔佛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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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很准确的 就是这个字了 他没有那个相对 相情的 那个适当的 那个字 原本是未必有 所以就是借用 原本中国原有 比如瑜伽 或者道家 他们说了一些类似的 那种类似的意思 借过来 解释一下 譬如这个空字 万事万物 都是有众多恩怨 在一起 才可以存在这件事 分成空 就令到很多人 不解做了 但你不用这个字 要用哪个字眼 可以代表这个意思呢 他这里 只是取取他 主要的意思是 就因为他是众多恩怨 所以他不是单一恩怨 他没有一个单一固定 就永远是这样 不便的 永恒的 他没有这个特色 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 都是众恩怨和合的 所以没有单一 没有固定 因为所有的恩怨 任何一个恩怨一改变 一移动 他的诚言 存在的现象就改变 所以他没有自己 这个现象 这个道理就用了一个空 空性 没有自己永远不变 特定一个 但就因为用了这个空性的空 要解释这个空 要说几个月 所以这个字不是罪识动 但是又没有创出一个新的字来 等别人一看就可以看懂 所以这个翻译的过程之中 其实是不断不断产生很多 你要去解释它 多了很多的这些语言文字 这一项197页 最后第二项 都说到 原中大师 他都定了 有五种 是不用翻译的 所以说 五种不分 就是用他的音 发音 去代替 而不分出他的意思 有五种考虑 他就不分的 第一是秘密 譬如咒语 最好不要分 你分了之后 反而没有那么专注 你譬如 浴师咒 王山咒 乐自大明咒 大悲咒 这些等等 你就很专心 他要你 你保持着很专注 那个意念在那上面 但如果你还要去思考那个意思 就变成有分别心 在那里起心动念 那种专注度就 比较窄 就差很远了 反而那个力量就不是那么强 那种感应就没有那么强 譬如这样 有些咒语的部分都不分 还有一个字 有很多意思 都是翻那个音 譬如波耶 Prajana 波瑞 都分类似的音 因为只有一个波耶 其实是很多意思 一个词句 很多意思 这种情形之下 他就分它的音 波耶 波耶 就不分它的意思 因为单一是没有办法代表 都解释不到 就不周全 所以不分 第三种是不分是始末 就是本地是没有这种东西 譬如苹果 你要分成英文 怎么分呢 Apple 为什么大家都在那里想 Apple 苹果 翻译就有一个对称的名字 这个等于这个 苹果等于Apple 但是印度的 阿摩罗果 在中国等于什么 没有 没有利用三个 所以就没有这个名字 所以阿摩罗果 就没得分 所以就用个音 保留住 这个就叫做始末 始地没有利用 赤虎 另外 顺鼓 就是这个名字 已经以前翻译了 而且已经很普遍 用了这个 大家都顺着 习惯 用了这个翻译 我们就顺着这个音缘 顺鼓 另外 新诚 就是 我误分会比较好 比如这样 保留它的音 就好了 但又因为保留 这个音 其实后面是不是要解释很多 所以这些都是代表 除了直接摸翻 有相当的词句 有很多是没有的 而且你要解释这个经典的道理 你要用很多很多形容去解释 所以整个一路丰富 佛教越是在中国发展 中国的语言文字 受到佛教的影响 而增加的就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 师傅在第一段 跟我们讲了 影响 佛教从来都是生活之中的佛教 都是人间佛教 从语言文字来说 中国佛教 受中国文化 受佛教影响 这一段就从翻译 翻译经典来看 另外看过来199页 第二是有关经典的传播 除了翻译之外 证经典的传播都有影响 在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多年来 大家翻译到第二百页 这里在很多高增第得 很辛苦的努力之下 就翻译出到现在的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诵经 举例来说 虚宝众 其丹众 秘鲁众 刺沙众 其沙众 高利众 高利是韩国的代表 基斯高利 朝鲜 高利 这些都是韩国古代的名 国家的名 不过就好像大正众一样 虽然是日本去搜集的 韩国去搜集的 其实搜集的都是中文的帝众经 经典 所以是韩字 家兴隆隆隆 喷其重 贴眼重 万字正重 万字罪重 大正重 等等 就落落着着 一路一路出品 在江山 这里譬如写着喷其重 这个评写章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间 其实师父在这方面 真的很有大智慧 在那个很不稳定的时期 师父听到在经灵核经厨 在南京 经灵科经厨 有这部证经 当时其实是不稳定的 没有像现在 神通 可以自由 都不是自由 总之都可以出出日月 去大陆 去旅游 参观等等 在师父那个年代 还未开放 师父一听到这部证经 想尽办法 经过很多的渠道 将这部证经 一路转转 就请回到总本身 在台湾 所以在总本身收藏 有这部证经 这部证经到身上的时候 是所有全身大众 特加沙 如果是最佳居士 是特曼衣 从山门一路排斑 一个接一个 一步一步 所有的人 就像这样传 一路传过去的 传到 大控宝殿 共放在那里 然后再进入读书馆 很隆重的 是片斜章 铁眼版 大众经 据说 东金四根上 现在可能有复制版的 但当时 我们请到这套 师父收集到这套的时候 都有他的恩怨 是唯一一套的 所以很稀有 很珍贵 那些日本的学者 铁眼是日本的出家人的发明 铁眼神身 很困难的情形之下 都在战乱之中 然后去筹款 然后去雕刻 黑板 去仁致 但是后来那些 原本的 它是用木 黑的 那个板 就又烧了 有一些都散了 不见了 所以唯有留下 印好的那本 那图 就在佛光身 所以佛光身 其实真是 发布是在师父的 他的智慧就是这样 所以说真是厉害 师父很有软健 还有他对佛教是很全面的 知道这些是真是很珍贵 所以怎样都要想办法 就要保护好 然后慢慢慢慢将它收藏 所以在今年的5月16日 我们就会在佛光身 因为这几年师父就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有合唱团 或者是代表他歌众会的佛堂 因为是旧历四月初白了 就有一个万人大合唱 要我们将这件事一年一年这样办 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 我们要去赞众佛堂 然后呢 15号 16号 5月16日是佛光身开心纪念日 就满五十周年了 所以会在冬日举办的 是众经楼 佛堡要请进去 佛光身的组织 从原本的一个寺院 佛光身 当然范围是很大 然后又师父建了佛堂纪念馆 然后去年就已经完成中间佛堡身 就是众经楼 众经楼的范围都很大很重严 所以师父就将佛光身的结构 从一座佛光身的寺院 就扩大它的结构 完成是深宝身 佛堡代表佛堂纪念馆 佛堡是众经楼 但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一座楼 它是佛光身 认根佛教的研究的中心 所有这些研究机构 全部在那里 对于中来佛教的 要去流传 或者是佛教的思想的研究 要去推广等等 它整个的核心 中心就在这里了 佛堡身 然后就是真堡身 就是修行的地方 就是佛光身 所以这个结构就这样扩大 所以我觉得师父是没有我的 如果是想着我一个出家人 建一间寺院就很救我自己修行 有缘的信徒都来就好了 就会是一间堂堂 但师父想到的不是一间寺院 不只是几个出家人 去安住的地方 而是佛教 他一直想的是佛教 所以有时候我想 师父 好像我现在说师父 真是要说佛陀 有时候说佛陀 我又真是要说师父 他们做的事是一样的 佛陀 他将真正宇宙 人生的真正的实相 真理 救到我们 他明白 他徹底明白 怎么回事 然后用我们可以明白 尽量我们可以明白的 这种表达 告诉我们 一路讲 讲了49年 听过的人之中 有多少人明白 就算多少 有多少人因为明白 然后实践 然后静悟 好像佛陀那样 觉悟的 慢慢都会有人 但始终是要将这个法 一路流传 我这样看 以我们读佛教历史 从原始佛陀时代的佛教 一路发展 一路到中国佛教 到现在是世界佛教 有几个出家人 他真是为整体的佛教 整个佛教的 他要继续 发扬光大这件事 去尽心尽力 要像我们的师父 清雲大师那样 我又不可以说 没有 很少 大部分 建一间寺院 或者几间寺院 就很忙碌了 要想到佛教的整体 他的未来 一路铺路 一路努力 走出一条路 是非常非常少 总之 这就是讲到证经 我们想到佛光山 这里只写了几个版本 佛光山收藏的是37种 现在所写的这些37种版本 就不止这些了 当然都不止韩文帝宗经 所以都首执 好 这些宗经的首执 跟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有关 第三 大家看 2011页是中牌 因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 尤其在随同期间 整个八花齐逢 非常之兴盛 这些宗牌又丰富了 怎么看呢 现在回来2012页 比如以宗牌来说 好像智者大师 他是天台中的祖师 智者大师他在天台身 就佛用佛华经 他的宗牌 后来成为一个宗牌 就叫做天台中 以身 以这个地方 作为这个宗牌的名 就是天台身的天台中 因为经典 根据佛华经 所以又称为佛华中 华严经是由 华严经是由 言守帝师 他的皇裕 所以叫做华严宗 或者又叫做 以祖师的名来定名 叫做言守宗 等等 不管是地名经名 或者人名为宗牌 各有各的特色 后面又举例了淨土宗 佛上宗等等 那个宗牌 根据某一部经典 然后不管是 这个宗牌的祖师弟德 他有住足的 他又从这里再研究 再多了很多 这个宗牌相关的词句 所以这一段都是讲的 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 受佛教的发展 不管是翻译经典 认识大宗经 或者大宗经的流传 以及中牌 这些都会一路一路 就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字 看过来 203页 词语的普及 这一段开始 大家 好 看一下内容 有人说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就是中国人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 但都真的有这么说的 中国人 犹太人 最聪明的 还有什么说法 德国 印度 都算是聪明的 都没有说是美国 但中国人这个比较是工人 多些人这么说 师父他就说 中国人的聪明 多多少少 不就是求佛教经典语言的帮助吗 现在 现在 现在中国人 习惯于 生活中用的语言文字 出自于佛教的 不知有多少 在生活中 我们是用了 真的习以为上 连着自己说的 这些语句 其实你所说的 出自佛经 而不知 是出自佛教的经典 这个已经是太习惯了 甚至是其他的 就算不是佛教徒 他其实是用佛教的 语言 语句 他自己是不知的 譬如 一般家庭 如果说自己家的小朋友 你平时都不用工 都是在那里玩 上网打电脑 你看 要口识 现在又不睡觉 男士在普佛局 有什么用 零食包伙教 有什么用 譬如这样 就说他平时不用工 男士就很紧张了 才要他怎么努力 就形容叫做零食包伙教 他讲讲 但他其实脑里面 心里面 是没有想过 啊 慘了 我是基督徒 为什么我讲了佛教的说法 没有的 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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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你经常这么说 说这么多 都是说那些是 劳生常谈啊 劳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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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这样 或者说这些都是口头禅 枯土产 不是真正有什么意思 这些又是禅 又是真 又是佛 又是怎样 但是现在用出来的 其实不会想到 我用的是佛教的尊有名词 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因为 就好像我们 空气在这里 我们是很 好像 它好像是 太 应该是这样存在 我们很习惯 在这里就是空气很好 尤其加拿大空气很好 还可以自然 太平常 我们以为 我们不用保护它 不用珍惜它 它永远都在那里 其实是错误的 空气 有空气的因缘 如果我们一路不做环保 破坏污染 有一天 这个地球上的净土 在加拿大 如果污染了之后 到那时才耗肥 我们习惯用的这些语句 用得很自然 自然到就好像空气 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到 它是类似哪里 类似佛教 要看哪些 现在开始 师傅就举了 四句的成语 这里开始讲起 给你们 现在 给大家三分钟 五分钟 看一眼 有哪些 你是勇敢 你都不知道是佛教的 看一下 很多 一起完成 就开始了 帖树开花 都是 帖树开花 不合适宝 不合思议 作茧之福 只不择食 皆不择食 便彩无碍 是 西人雪蒙 质地有身 水波足浪 垂波俗農 归根 一路归根 文杰不佛 顺水推舟 广杰善愿 画饼充之 逢长作诗 登刀即入 很多 差不多有一半是用着的 符号泡三 鬼哭成喉 装聋作哑 凡璞归真 抛砖引玉 披心待月 同登给我们 平时 日常生活中 一般人都会用到的 手朱代吐 手朱代吐 五体头地 我对这个人真的佩服到五体头地 有没有人会说半路出家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譬如说 他都不是这一项出身的 虽然是半路出家都做得挺成功 譬如这样 譬如一诗不华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典故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说是禅门的 禅宗很有趣的 禅宗叫做不立文字 言语道断 就是说 不用说这么多了 直下 直下 就是这样 都要明白之后 才能超越语言文字 所以在明三建成 你说之前 他说的最多是禅宗 所以有很多 我举个例子 一诗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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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选知毕丘 有一个出家人叫做元基 他可以参访当时的雪峰陈诗 这位雪峰陈诗 他住的地方叫做在大日山 就有这样一件事 原基佛师是比优尼 这位比优尼 就去拜访当代的弟德 住在大日山的雪峰佛师 他们是参禅的人 就说话 这个叫废话小说 他们是很直接的 而且要对机 你不假思索 你不要想太多 你直下 东下反映是什么 是这种佛门 是这种佛门 日出没有 日出 日出 意思就是问 你见识没有 你开语没有 你的修行 到什么程度 你先说一下 你见读见到 你的语声 你开语没有 他问他日出没有 太阳出来没有 用日出 太阳来问佛声 开通了没有 太阳来问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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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日出 我就用了雪峰 他就开始跟他对 这位元基佛声 就说 哎呀 我就是 还未见到 所以才来拜访你 如果日出 太阳来问佛声 就用了你的说 我如果见到 我何必来拜访你呢 那都得得 几有禅忌 真风相对 然后雪峰法师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说圆姬 圆姬就是好像积步姬 所以雪峰法师又问他 日积几何 你这部积步姬 一日积几多 这个意思是问他 你叫这个名字 日积几何 你一日修行的情形 功夫做多少 修行的功夫有多少 所以他就答 一丝不挂 我都不用他做足 去修这些 我心头是很了言 所以不用那些做足 一丝不挂 然后呢 要告辞的时候 要走了 他转身走的时候 雪峰法师 你的袈裟跌地了 拖地了 他马上就转身去看 哎呀 袈裟跌地 要拉好 然后雪峰法师就笑了 好一个一丝不挂 袈裟跌地 就是你都还有一个 未解决的 还有一些挂衣的 总之是还没导致那个境界 你都说得自己 好像 好像不用再学了 我已经都收好了 所以这些是 禅宗就是很多这种高岸 他们会对那个疾风 从几句说话 一来一回 真正的禅宗帝德 他已经知道 来学习的 来批访的这个人 他的高低如何 得几句话 我都尽量白话一点点 你们可以看大师写的 叫做《星云险话》 《星云陈华》 里面很多闪门公案 透过师傅的 叫做《新花苗笔》 又很有那种文字之美 又要将这种公案 疾风又可以写出来 很好看的 所以其实图书馆 不要小看小距 有解书去看 所以这里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一丝不挂 这句话 都是出自佛教话 的确是这样的 讲了这个典故 大家就知道 好了 看了很多 七零八落 一尘不染 一铺石函 一叶之秋 百面玲珑 一流八流 七雄八下等等 包括一支本解 一刀两断 浪射温测 方条与唇 众亡所归 还有呢 一拔勾销 何盘托出 三姑六婆 道无岸言 寻步能行 见钱眼开 金光露幕 游戏心 太多了 其实是吗 几乎 我都用到 不知是佛教的 是的 这里我这样数过 是一共四百五十二句 四百五十二句 四字的成语 看看 后面再翻过来 因为真的很多 譬如我随便看 坐擦心虚 心灵神为 佛力茂边 语焉不长 二零六页 二零六页 前因后果 不请之由 怨怨送暴 真的说不完 如果这四百多句 都会一句一句说 是说不完的 很丰富 是的 再看二零七页 是三个字的 三个字 口头善 内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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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疑门 不疑门 吉祥 平等 同事 或是佛心 随喜 微妙 移工 仪工也是 现在 一般我们会说的 过去 现在 这些都是 入门 二百一十一页 入门 人生 人生 入门 人间 这些 我说的 都是比较不大佛字 不大佛教色彩 例如入门 譬如 这个是 摄影 入门 设言入门 就是 好像有个基础 开始 入门 另外 二百一十一页 是很多生活上 运用的 言语 无风不起龙 为眼食英雄 金工不维生 一步运一步 很多 女帝十八篇 路遥之马力 一不俗 二不幽 上刀身下火海 龙身龙凤身凤 冤有头 滞有主 你去找他 跟我不要相关 譬如 你说 冤有头 滞有主 你去找他 不是我 这些 你不会想到 这些是出自佛教的 好 是吗 是吗 哇 这个呢 这些言语 一百二十八句 一动不如一静 死马动活马衣 远参不如近林 冤家移解不移结 容无出在容身上 三病云虽三欲意 解灵云虽是灵人 见鬼不怪奇鬼自败 我随便这样说 是不是很多 全部都是出自佛教 然后这个怎么可以说 到底 我举个例子说 天龙八步 是金勇小说 用了先 还是释迦牟尼佛用了先 释迦牟尼佛用了先 释迦牟尼佛用了先 两千年 对了 看哪个是早一点的人 释迦牟尼佛 你不可以说 突然有一天看佛经 仍然佛托都会和金勇学了 这个借用金勇小说 不是的 其实是在佛教里面 所以有很多中国的文人 他们要 他的组版 不管是诗歌歌词 诗词文章 用了很多佛经的元素 借出来的 小龙女呢 小龙女是法华经的 然后金勇小说里面 就借用出来 四大天王呢 怎么讲起这个呢 唱歌 我先去唱歌 如果考佛学为考 四大天王 你千万不要写楼德华 不是的 这个说中是 星期三我去瓦特律上課 王耀明居士他就開車 開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談到 我就說我去德特律去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其中一個佛光人 他跟我說他沒有辦法再參加理事 因為他參加了一個叫做 沒有人駕駛的開發工程 所以從早到晚都去理解 說到沒有人開的車自己會走 沒有人駕駛 之後王耀明居士就說 沒有人駕駛的概念 幾年前的電影都拍了 所以可能就是有些研究機構 有些消息傳出來 那些編劇呢 拿到這個idea就可以編劇了 他就舉例子說 就好像馮寶寶 他還在同星的時候 小時候有一部喜劇 就是說他爸爸出門都很久沒有回來 他媽媽很急 這個小童星的 馮寶寶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等我帶著左 我要發明一個電話可以帶在身上走來走去 黃耀明居士就說 黃耀明居士就說 近來有人寄了這個 YouTube一個視頻給他看 他就說 其實60年前的這個 這個叫做台詞 說的是手提 手提電話 但在身上走來走去 60年前 這個是當時已經有這個概念 還是只是隨便這樣說一下 不知道 然後就在那裡說 說一下那一刻 說香港明星 然後說到四大天王 我就說 好像香港人很喜歡 就把尊有名詞圖幾個人 一個團隊 一個群組 他說他是七公主之一 然後說到四大天王 是天王是點點點 我就說 是的 因為鳳寶寶是演了小龍女 我說這個人的名 我第一次知道 到現在還有一點人像 就是以前我們看到他演的 什麼小說 都是天龍八寶 裡面的小龍女在哪裡出現的 神雕俠女 是嗎 神雕俠女 神雕俠女 那她是小龍女 是嗎 對 好 類似那樣 類似那樣 那 以前我們沒有香港的戲劇可以看的 那初初看到 她是翻譯成普通話了 好像 我沒有什麼形象 總之是聽過這個名 在我看見佛話經裡面的小龍女出現之前 我看到電視劇裡面的小龍女 看到裡面穿的衣服 總之就是天龍八寶 我都不知道是佛教 只知道是小說武俠小說改編的戲劇 只知道這樣 到學佛之後才知道 哇 用了這麼多的佛經 是的 但如果是廣大的大眾 他們沒見過佛經的人 應該這一生人都不會知道這些 講解用解全部來自佛教 是嗎 好 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 除了言語之外 第214頁 還有很多很豐富的詞語 類語 這裡又舉了六十幾句 譬如 這個人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都看不懂 簡直是仗義金功 沒有不著頭腦 章二千根 或者說 哎 你都不要找我了 我現在自己 是尼菩薩過功 自身能保 這樣 譬如這樣 這些都是類似佛教 還有 現在 都 不知道天天會發生什麼事 總之呢 都是坐一日和尚 仲一日宗 這樣 是不是 好全神的 就形容了某一種仲體 是 是 吃得苦中苦 風為仁上仁 平時不消香 臨時抱佛腳 一個不言少 萬個不言多 還有 還有呢 一朝被射咬 十年爬充成 好 還有你那些貴 動不死得衝 這用國語講 動不死得衝 餓不死得生 好啦 好 好 這些呢 真是 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是用得好 真是 叫做 集以為常 我用慣了 都可以看出 師傅其實舉這些例子 就是說 佛教 不是和生活脫絕的 佛教 一直都是人間的 為什麼 所以 到現在 學佛的人 很多都是自修 自了 都是和生活 斷虛 這個是不應該的 所以就舉了很多 多方面 師傅用了很多方面 所以可不可以看出 師傅很有學問 很有智慧 第二 16頁 除了這些字句 其實很多 和佛教有相關的 一個字的 諄 譬如 那個人 諄補 報應 譬如 這些 一個字的 諄 或者是 覺 要 覺醒等等 苦 各種苦 這個節 原本在古人代 是最大的時間單位 从古人代一直到佛陀的时代 佛教就形容 后来在中国我们说豪杰 是形容很大的灾祸 如果说灾结难途 在自己难逃 是用来形容难以避免的灾祸 如果是避开 很幸运避开 就说终于是逃过一劫 如果经历这些灾难之后 就叫做结效如生 譬如只有一个结字 你又可以在不同的情形之下 又多了很多字句 一个愿字 有愿无愿随愿 说真的 其实这些文字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说 有文字用普通话说 是一个范围的语言和文字 如果加上中国的方言 广东话的表达 广东话的表达 文人话 山东话 上海话 又有些不同 所以说多了三万五千 这个是最小的 如果要加上所有的封言 再产生的这些语言 那就不止了 再看一个例子 后面都是说一个字 一个字又说了几十个 有两个字的 清静、愤怒 再回来218页 除了单一个字 或者两个字 还有218页的最后第三项 列代以来的文人的作品 这个已经不是说佛经 是说中国古代的作家、文人 他们写的诗词文章里面 会带出受佛教影响 受佛教思想影响 然后写下的那些 譬如这里说的古诗十九首 很有名的一句 人生不满白 尚怀千岁忧 有些词句 如果我们知道作者是哪里的人 就用那种语言去读 譬如是广东语 你就用广东话去读 因为他们写的诗词 特别好听 亚怨 那个魂才是对的 如果在台湾或福建 你就用万能话、福建话去读 台湾话去读 特别是好听的 所以不只是一种 现在说的是 有那种佛教思想 再写出来的 又丰富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了很多的 这些书籍、组版 它不是到现在这么多的 它是历代以来 一年年一代代的 累积出来的 就好像 譬如我以这三十年的变法来说 我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负责要整理徒书馆的书 当时我要编的佛教方面的书 在徒书馆里面 都是师傅看过 送过来徒书馆的 都不少 包括社会学 当时编号 我手中编的 有三万多本 佛教方面 只是这一本 很薄的 叫做《中国佛教徒书分离法》 《中国佛教徒书分离法》 不是 《中国佛教徒书分离法》 我作者是李世杰老师 李世杰老师 在1962年 编的《金博一本》 就很教我去编 分离 当时已经有的佛教的书 但是 不用说这三十年 就是说过了十年 过了二十年 就这样 累积 佛学越是普遍的时候 信用佛教的人越多 所以就多了很多的主族 所以这一本 李老师的本 《徒书分离法》 已经不够用了 就要修定它 修定成后一本 先可以足够去分类 将后期出版的书 给它一个分类号 然后就放在书架上 让大家借回去看 正是这个整理书籍的工作 其实都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出版 印刷版、出版版 这些 就是跟着你的宗教的普及 研究的人多 主族多 就越来越多 简单说 譬如 三十年前 当时佛光山都是建简子 还没完成大部分的建筑 当时师傅很忙 如果一年 有一本、两本 譬如声音、法语、声音、善画 一年有一两图 就是一般的速度 一年一图 一本、两本 但是到现在 譬如今年 即将要出版的一图书 叫做《声音大师全集》 有几本呢? 三百六十五本 一年 一个人可以这样出 就算不讲全集 我讲教练好了 哇! 师傅的书有几本 还有指导编辑的 《大诵经》 几十本会指一图 四五十本会一图 还有翻译出来的 有几本 总之 就是看着佛教的住作是越来越多 我现在说的是师傅一个人 所以说 东佛教 进入中国 除了佛教本身的经典的翻译 经典的结集 整理出品 还有受佛教思想影响 也会说他们是学佛的人 他们写的文章 作的歌词、诗词等等 很多人都提出佛教的思想 都受影响 就是说中国文化受佛教影响 大家看看旁边 在这里 借灵魂的 望领 圆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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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说佛的地方 永远抽出三戒之苦 当时的文言诗人写的诗词 直接都是用作佛教 所以影响 旺卫 这是名句 行到水红柴 坐寒温起时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此时 中南别亦 李伯 安于身身别 低头离百远 摆诸语 他都可以说是佛教的居士 很有名的 怎么说 就是摆诸语 他文了科产师 说 你坐在树上很危险 那个蕾语说 我在这里很安乐 你在朝廷就在你做官换骸 你比个危险点 好 那白鸽语居士 他百话诗人 他问 尼科产师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下 佛法的一个 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佛法大义是什么 那尼科产师 就答他 诸恶莫作 众善逢行 自正其义 自诸佛教 那 坏事不好做 好事你要尽量做 佛教的修行 就是你要清净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佛教主要讲的内容 讲得好 好容易 所以白鸽语就说 这些道理 三岁小儿都认识的 那尼科产师 就答他 八十老汪行不行 是啊 道理是小朋友都知道的 那一听就明白了 但是到老都未必做到 知是很容易 行呢 要实践呢 这一三人都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八居宜居士 他是同朝的百话诗人 他流传很多的诗词文章 他都写了 自从虎学空门法 空门法就是佛门的佛门 佛法 消准就消了 平身种种心 那种忘心分别心就慢慢消平了 假道德 鸟叔似边树 真后月下门 他写好之后 他就在那里想 那么宁静的夜晚 一个出家人来敲门 是叫做敲门好呢 还是是推门好呢 所以就和韩玉 就有一对 有一个 有一个文学的美坛 温暑的美坛 就是他听他的意见 你觉得推好呢 还是后好呢 这样 恒于就是说 这两个意思都有他的好 两个意见是少少不同 他们在那里说一说一说 就形容出多了一句 譬如说 这件事给我的时间 我都要再推后一下 听过吗 推秋 我就可以立刻等你了 我又再推后一下 我要再推秋一下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 以侍 Наой 让我再多点时间摆下 我需要摆多点 各方面摆下 推敲推敲 这件事情不容易的 还要再推敲推敲的 就是类似 这句声敲月下门 还是声推月下门 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是不是 其实佛教 直接的影响又有 好像这种间接的影响 这些闻人文人 他们的组版里面 都是受佛教的影响 好 后面风潮夜博 章记的 月落雾提送满天 光风雨火 对朝门 睡眠 故书省外寒山寺 夜半中心度合全 算 寒核树 这个都可以用墙的 不过现在没时间墙了 总之一看 孤叔城外寒山寺 寒山寺到现在都是很有名的 寒山寺还送了一口钟 去到佛光山的总本山 夜变中心 都是中心 还有苏东坡 苏东坡他直接是 可以说 他很有才华 是中国很重要的 唐宋巴大厦很重要的一位 文人 大学文者 但是他其实 因为他很有个性 他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样他做官 真是太危险了 得罪人 一直都是被漏缝的 越缝就越远 但是他很自在 很安乐 他有书题的建筑 这个书题 人的自个水的问题 或者是 很懂煮东坡肉 等等 又懂得吃野 又懂得建筑 懂得诗词文章 所以 我觉得 就好像 我之前和 哪位佛师聊天 我就说了一个例子 我和余忠法师 因为他 那个签证要延期 他就问我 如果没有延期 不可以的话 是怎样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了 还要出门去西内寺 万一 怎样 他要考虑一下 因为真的有些工作 要交代清楚 我就说 原则上 我们的观念 我们就好像一口钟 这个时钟 你把我挂在多伦多 你挂好 我一样走 正常地走 你把我的口钟 挂去 印度 非洲 欧洲 哪里 我的口钟 一样照地运作 我们的提到应该是这样的 至于口钟 将会挂在印度 还是加拿大 这个是观音菩萨安排的 我们尽力而为 因为这里很需要 但是 因缘在哪里 你一点都不用挂心 我们会调牌去哪里 是观音菩萨 为创作因缘 因缘在哪里 走在哪里 很自在 很逍遥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我一说他就笑了 好 那我就整理好些东西 就很安心去帮 沙女子水落法委 收到通知是怎样就怎样了 就不挂心 所以 就是说 这里 说苏东波 学佛的人 他的确是有一些方法 外景怎样 走到哪里都可以很自在 不只是地方改变 走到哪里自己很自在 就算是自己 围绕着自己的 比如健康问题 人际关系 工作问题 家庭关系 所有这些 你都可以自己有佛法 所以师傅说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你都一样是照顺运作 一样可以清心自在 如果你真的有佛法 如果这口钟 假设说这个是钟 在多伦多就正常走 挂去非洲就走慢点 挂去美国就走快点 那这口钟有问题 钟不好 不是地方的问题 不是外景的问题 是本身 这个钟的问题 就是本身这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看苏东波 他都懂得其中的三枚 所以虽然 其实东朝的人都很欣赏他 知道他的才华 但是又爱又恨 因为他都是二见领袖 他有看法的 他不随便 他同样的突然 所以是有人才 但是不一定很配合 所以就令到 又不能确实了他 太可惜了 但放在身边又很痛苦 放远一点 但是他写出很多的 不仅是中国文学上的伟大的著作 那些诗词 和佛教经典里面 在中国的败残 比如水落法会 炎口法会 有很多的诗词 那些赚 诗或者是文 是他写的 苏东波 后面 譬如 这里说 他写的 误导的三个阶段 或者是在研口里面的经文 还有后面 这个是 康山大师 情事歌 类似的 你看了之后 都会令到我们 不仅是佛法的 意见的明白 还有对人生 都多了些开启 那翻过来 除了说古代 历代的文人 主族 就算是现代 譬如 近代的大文豪 好像卢雪 巴精 等等 他们也都是 直接说 他们的作品 是带有很多佛教的思想 譬如前几年 2012年 诺贝尔文学长的 莫言老师 他是我们佛江山佛学纪念馆 驻馆作家 他都说了 他得障的组版 他的小说叫做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这句话 他就是参考了八大印国经 《生死疲劳》 《重贪欲持》 这段经文 都不止是古代 现代 就是现在 都一样的 其实如果是台湾 类似台湾的人 就知道王定尊教授 王教授 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他对佛江山 对《生命大师》 对我们 我们都属于他 好像晚辈那样 是很好的姻缘的 他跟我说 在纽约的时候 他住在纽约 他说 他从大陆到台湾 从台湾到美国 在台湾 他的文学地位 已经是很受到推崇 尊重的 很肯定的 但到美国的时候 不管是环境是怎样 总之他说 他一段时间 写足 好像有一个平静 遇到平静 后来 从佛学里面 佛经里面 就好像 开出一条努力 帮他的思想 做一个提升 所以他说 他后期再继续 而且他写出来的 那个境界不同 整个飞黄 那个气势很大 很广阔 所以他说 是佛教 佛法 帮他做了一个提升 所以不只是 信佛的人 因为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是牧师 总之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说他拿的是基督教的护照 平时用的是佛教的Visa 出日都是佛教 总之是这样 所以不管古代现代佛教非佛教 其实佛教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文化 古代文化 文学 现代文学 都是这样影响的 这里主要说到 师父想我们知道 我们认识佛教 学见佛教的人 知道整个佛教 从佛陀时代 从第一章 人间佛教 佛陀本画 从两篇的罪言 讲到 师父对人间佛教的思想 是这样的概念 理念 然后进入第一章 一个全面的概述 人间佛教是必然的 第二章进入佛陀时代 当时的佛教 就是人间佛教 到第三章 主要的佛陀救到的真理 从来都没离开人间 不是人间佛教是什么 到第四章 很重要的 在佛教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是全入中国 是中国将佛教 成为佛阳光帝 是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就影响到 原本的中华文化 中国文学 语言文字 完全都受佛教影响 所以一直都是人间佛教 为什么 师父会这样写出这本书 就是有些人就说 佛光山做什么 佛教作佛教 为什么要说人间佛教 师父就觉得 就是因为说佛教 他有太多色彩 有些人被冠 有些人迷信 有些人误解 佛教 种种 佛教给人的印象 很混淆 尤其是很多叫做父佛外道 很多 他都是借用佛教的 或者是譬如有个 禅座的佛门 或者是持咒语的佛门 或者是什么佛门 用了的不是真正的佛教 可以说是扭曲的 甚至是误到的 这些都很多 所以如果说佛教 真的很confused 所以师父先会觉得 我们都是违规佛陀的本怀 佛教就是佛教 就是人间佛教 我们要提出人间佛教 让大家知道 真正的佛教很伟大的 不是有些迷信 误道那些的 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这里 下个星期 妙母佛师日 跟大家讲后面第七段 中国佛教 他叫做衰微的原因 大家要关心这一点 你叫做知古禁根 你知道以前是怎么走过来的 问题在哪里 那就可以借劲借过来 作为现在的一个注意 一个参考 除了这一篇之外 其实这一段讲完 我们上学期讲这本书暂停下 有两童佛讲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就是帮同学大家 从佛教的教理 从学佛的立场 从你认识佛教 由归医生保 基本上你要知道的概念 重新请妙母佛师 我们会排出一些内容 他带大家 可以辞职清楚点 就有两童佛 佛法概论 然后我从西里指回来 原本安排是佛教Q&A 这两年时间不够 我觉得都没有时间 给大家有一个问问题 座谈的时间 特别就这次上学期 有十二堂课 我就安排了这个时间 但我听到佛佛法师 上一次来的时候 3月16日 他说的其中有一段 他说得很快 但那段和这段佛教的问题 佛教要发展 你一定要看到 要了解 要思考我们现在面栏的 有哪些问题 现在佛教的处境是怎样 所以我就跟郭佛法师 跟郭佛说 他整理出来的那些教材 我要借用过来 带大家慢慢看过 我第一次听他说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因为他时间 他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最少 最少是一个小时的内容 他差不多只用15分钟 很快带大家这样看过 没有办法深入去谈吐 我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经过他同意 我要用他订出来的 整理出来的资料 然后在那桶Q&A的时间里面 带大家再详细去思考一下 我们真的要有很多问题去思考一下 另外后面就是有四部经 之前说过 就是这次上课 所以其中的Q&A的同伙 如果提完之后 大家要问问题再问 这个星期日是清明法会 拜水忏 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有一个观念就是 一般我们佛教徒 可以拜佛也好 拜参也好 有很多人 他的理解就是 好了 我在这里很谦诚 很精准 拜了一天的佛 就可以消灾免难了 过去以前所有的恶业 罪屋 造作 造业 全部佛菩萨都会帮我消除了 就失我无罪 免罪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这样说你们会不会说 那不用去了 是可以消灾免难 但是不是说因为我共用很多新果 我还添香油 我在那里经常拜 所以就那个叫做什么 除罪 天主教叫做什么 除罪卷 索罪卷 是吗 索罪 告解 告解之后就免罪了 除罪 索罪卷是另外 索罪卷是你有什么做错事 你又用钱去买一张卷 是这种 叫索罪卷 如果大家把佛教都当成这样 那是很大的不计 其实要知道这部陈佛的由来因缘 当日法会我会说的 又一位出家人 他经历过一段的过程 他很忏悔 他知道过往做的业 我要去忏悔清静 然后才可以全力很清静的 好像反我清静 恢复清静之后 继续精准修行 他就将他自己要写的功课 他写成叫乌达国师 他的经历之后 他写成《慈悲三昧水寒》 这个可以说是他给自己的功课 他写下的是 做业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忏悔是从哪里去忏悔的 你是新口义做 你就从新口义去忏悔 你是绿根 眼耳被舍身义做俗的 我要怎样去忏悔 过去现在未来 怎样去忏悔 这部《三昧水寒》 从吴达国师他写了之后 就一直流传 因为不只是他要去收这一堂功课 明白这些道理 照着改变自己 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行为 一直流传到现在 是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一个佛门 是因为你看到这些 明白道理了 你反省 然后知道要如何去修改自己 你在佛前对着佛菩萨 然后佛员请佛菩萨加持我 证明我的决心 譬如 假设我有个位的习惯 我自己知道的 我不说 自己什么时候改都不知道 但如果 我告诉你们 我一定要改 你们帮我证明 那要求的力量就会大 那何佛大了很多 和你自己 让我表明我的决心 我一定要改 如果我没有做到 或者我再犯 那很多人会提醒我 所以就有一个证明的力量 有一个好像都处 都处的力量 那现在不是对着大众说 是对着佛菩萨说 我的决心 我的佛愿 我在这里忏悔 佛前忏悔佛愿 产生得很大的 是这个功德 是这个力量 你一改变 那就消灾免难了 业力已经开始改变了 这个修行的力量 产生很大的功德 是这种功德 是可以为祖先的 就等于是一个 譬如 一个平常的人 他的父母祖先 得到他的功德 比较有限 但如果他一路进步 成就很大 他可以令到他的祖先 得到的功德 就更加大 所以不是说 我去拜佛 佛就帮我消灾 不是这样 是你自己帮自己的 不过佛菩萨证明 他的加持的力量 很大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 是要反省 要明白道理 改变自己 唯有改变自己 命运就改变了 你的业力 业步 完全改变 这个改变 不是佛陀送给你的 自己 这样学佛 就一路一路提升 一路改变 这也是我们学佛的意义 一路到 跟佛一样 成佛 所以学佛的意义 是一定要改变的 大家想起自己 有没有改变一些 学佛以来 有没有改变一些 自己问自己 那就下次见 好 乐图 好 乐图